说完黄志峰说一说他的叫什么 精神祖国英国 或者说他内心当中的宗祖国英国 英国今天的外相呢 今天发表了一个讲话吧 算是啊 算是比较正式的讲话 怎么说的呢 中国若不终止港版国安法 英政府将扩大30万海外护照港人居留权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在香港目前有30万香港人 除了持有香港护照之外 还持有BNO 也就是美国海外居民护照 这个BNO护照呢 和英国本土的居民护照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因为他不具备英国本土公民的好多权利 例如参与政治投票 等等 但是呢 他又介于和外国公民之间的这么一种 比较特殊的一种护照 说白了就是英国针对他的殖民地 发放的所谓的一种福利 30万啊 这是英国公布的 现在这个数字 30万港人目前持有BNO护照 他今天这个言论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北京不终止国安法的话 英国对这30万持有BNO港人 开放更多的公民权 不排除发放他们英国本土护照 也就是英国公民护照 我个人觉得 英国政府可能是把这个问题想的想反了 他认为 他拿这个东西当作可以和北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那意思就是 你要实施国安法 我就收容30万香港人 其实我想说啊 英国政府 你呢 赶快实施这个规定 为什么这么说 这30万香港人 他之所以当初选择拿BNO护照 我不敢说这30万人里所有都是港独 但起码他的内心对中国或者中国政府是不信任的 否则他为什么持有两本护照 大家理解我意思吧 那么针对这30万人 我相信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对国安法是有微词的 或者说不赞成的 我个人的意见 不关这30万人 我们可以扩大一点 英国你既然作为一个大国 你不是号称自己一直是个大国吗 要担当起一个大国的责任 香港作为你的前殖民地 30万人对于你来讲太少了 你赶快趁着国安法还没落地之前 你加快批准审核速度 最好搞走100万人 如果有100万香港人对国安法都有意见的话 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对香港 对中国内地都不是件坏事 为什么呢 你既然觉得在香港活的那么没有安全感 是吧 或者说那么委屈 那么不愉快 我个人觉得人生苦短 赶快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喜欢的地方去 包括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也在说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不是号称最近这几天可能也要出台 针对港人的政策吗 对吧 有一些民进党的党员号召 台湾政府也要放宽对于港人收容的条件 我个人举双手双脚赞成 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 就是西方西方那些国家 你们每个国家都应该担负起收容这些 长得像中国人 但实际他内心不是中国人的这些人 内心像你们 心像的像 心像往之的像 但是呢有个问题 英国政府你有没有问过你们英国本地老百姓 他们的意见 30万人香港人 我觉得不多 但是可能英国当地居民可能会有意见 这30万人说好听的是移民 说不好听的是难民 你们针对叙利亚的那些难民 中东的那些难民 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我想问问英国政府 很多老百姓是反对的 因为觉得他造成了社会治安变坏 抢走了他们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我相信这30万香港人 无论从学历 对吧 知识结构 总体来讲 总体来讲可能会比中东难民要高一些 那他到时候这帮人如果到了英国 他所能获得的工作 肯定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一部分冲击 而且冲击不会小 本身香港人也能说英语吗 对不对 很多中东人说不了英语 他只能做一些非常廉价的工作 那都是很多是英国人不做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英国政府 你应该先首先内部 你要先尊重你们本国公民的意见 如果是全体英国公民 或者多数英国公民都认同你这样做法 我跟你说中国人 真正的中国人 特别希望你这么做 而且尽快落实 尽快落实 千万不要像 不要像你们西方那些议会 通过一个什么政策 是吧 常年累月的 我们实在等不了了 你们最好快一点 台湾也是 台湾也是 香港人既能说中文 也能说英文 在台湾应该也能活下去 但是不好意思 他们也要工作 因为你们 无论英国政府也好 台湾政府也好 不可能白给他发钱 是吧 那到时候是不是会 这个 抢到当地人的一些工作机会 那就不是我们中国政府 应该操心的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外国公民了 另外我说一下香港 针对香港来想 针对香港本地公民来讲 也是好事 为什么呢 香港人呢 一直在抱怨 人多地少 人多地少 这次如果有这种大规模的难民出逃计划的话 我觉得对当地爱港爱国的香港人来讲 是件好事 把工作机会腾出来 把居住空间腾出来 给那些想在香港长期居住 想让香港好的香港人 中国人居住和工作 对中国政府来讲 那就更好了 如果说这帮人渣 我说的30万当中的一部分 我不是说全部 尤其是上街游行 打砸抢那帮人 如果他们不走 国安法实施之后 肯定对他们要采取措施 到时候劳民伤财 你把他关起来 你还给他 你还要给他送饭 你还要给他劳房住 香港地方寸土寸金 生活成本极高 所以英国政府 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 北京政府应该立刻出来 表示感谢 而且希望英国政府尽快落实 你们的承诺 你们千万不要像 你们的盟友 美国大头领那样 今天说的话 明天就不算 那样 中国人民非常失望 真的特别失望